財政院選案提出每個月放煙火和舉辦無人機表現 全國政協委員、旅法局主席彭耀佳重申不是定期放 而是結合盛事給人旅客 令到吸引更多女客來香港 成效在初步短的時間內是未估計到的 但我們感覺到女客是很歡迎的 他又說西安、青島開放過港澳個人油 初步反應正面 被法局會加強接觸當地業界 邀請網紅推廣 以及爭取增加航班運力 相信中央會開放更多次遊行城市